產生這個日期的部分 依照剛剛邏輯是這樣 基本上我們一定也是一樣 會跑 第3列的資料 第3列 一直到底下的32列 OK那等於是從那個 1月2號開始到1月31 另外的話呢 2月份一直到12月也要類似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 他這個也是一個範圍 可是跑的方式呢 如果我們前面是for I 先I在外面再追在 J在裡面的話 那他的跑的行進路線一定是 這樣子跑 會 1月 2月 3月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就是1月跑完之後 再跑2月的話 特別注意 那個I跟J要顛倒過來 要先跑追 追跑完 一欄跑完 再跑 下一欄 再跑下一欄 所以寫的方法 我們前面本來是for I 等於哪個範圍到哪個範圍 那這個時候的話 就要變更一下 所以 這個地方 第3個階段就是 要產生底下日期 那產生底下日期的話 基本上 for J J的話基本上是欄 我前面講過 1到12欄 對不對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J J是1到12欄 然後I的話是 第3列 到第32列 反正你範圍有 基本上就做得出來 只是說I跟J顛倒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就是說我要產生那個日期 那那個日期的話呢 基本上 這邊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日期 是來自於哪裡呢 來自於我們的 這個儲存格的上個儲存格 再加一天 對不對 對跟前面一樣 所以基本上是A2 就是這個日期 這個位置 這一列的 上一列 這一列的上一列的 同一欄的位置 再加一天 所以撰寫的方法的話 就是怎麼樣 Sales I列 減一列 就是上面的日期 有沒有 那同一欄 同一欄的位置 加1 會產生一個D D也是一個變數 這個日期就是我們要產生的日期 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要指定的 Sales IJ裡面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就可以跑出我們要的結果來 可是這樣子 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跟之前一樣的問題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判斷什麼呢 他的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他的月份 不是同一個月份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必須要怎麼樣 把它篩選掉 所以篩選掉的話呢 我們必須要在下一張 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是多判斷 剛剛是沒有判斷 有沒有就直接像A 2加1一樣的方式 但是會有月份 重複 就是說不同個月份的問題發生 所以如果說我在VBA裡面呢 要做判斷的話 這個好像前面我們也有做過類似的 就是說 if 一樣嘛 所以前面一直講 特別講過 then if then else and if 對不對 一樣的結構 那判斷的方法就是說呢 如果曼死 假如說什麼呢 Sales 同一列 I列 減1 就是跟上面一樣 上面一個比 等於什麼呢 我這邊是用等號 等於是相等的話 等於曼死 D D的話指的是 上面產生的日期 是同一個月份的話 就填入 這個日期 反之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跳離回圈 所謂跳離回圈就怎麼樣呢 就是跑到這裡之後呢 不要再跑了因為 二月 跑下去就是三月 三月以後 它會一直跑一直跑 那我們前面是 來判斷 這裡的話我是直接 跳離回跳離回圈就不要跑了 跑到這裡為止 二月的 結束了 就不要跑三月了 OK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呢 寫完之後 來看一下 基本上 上面這個 就是藍跟列的關係 然後再來就產生一個 日期 最後判斷它是不是同個月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基本上我這邊已經有寫好的 寫好的結果 那這裡其實多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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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